今夜最新 麻疹疫情再擴大 疾管署公布今天新增两例本土 还有一例境外移入个案 其中两例本土个案都跟先前 新北市麻疹个案有关联 其中一名40多岁家住在永河区的男子 一开始疫调时认为应该跟 2月19号公布的指标个案有关 但后来疫调出现转折 新北市卫生局发现这个个案 跟另外一位3月2号公布的本土个案 他们有足迹重叠 都曾经到过新北市中和区的一间鱼汤店 因此研判跟3月2号公布的本土个案更有关联 可能是第二起本土麻疹群聚事件 而新增的这两名个案 在可传染期间的足迹也曝光 国内麻疹本土群聚疫情扩大 5号机关署公布新增两例本土个案 都跟先前的新北市麻疹个案有关 其中一名住在新北市中和区的28岁女性 2月15号在医院陪病时 接触到先前2月19号公布的指标个案 之后陆续出现咳嗽喉咙痒等症状 就医通报后确诊 另外一名家住永和区的40多岁男性 28号开始出现红疹等症状 就医通报后确诊 一开始疫调是透过个案有人的说法 表示个案在2月11号 曾跟2月19号公布的指标个案 在社区活动地点重叠 但疾管署追踪发现 个案从曝露到发病已经17天 接近潜伏期上线 进一步疫调后出现转折 发现这一名40多岁男性 曾与另外一位3月2号公布的 本土个案足迹重叠 都去过新北市中和区的鱼汤店 研判与3月2号公布的本土个案 更有关系将再进一步厘清 目前研判可能是第二起 本土麻疹群聚事件 个案本身又后来又 又有不同的这个说法 认为说跟这个鱼汤相关的个案 比较有关联 初步还是研判为是 两个不同的群聚 5号新增的这两例本土麻疹个案 已经匡列204名接触者 新北市卫生局也公布 新增的这两例本土个案 在可传染期间 曾到访知名连锁麻辣锅店 中和区的润饼店早餐店 也都入列 另外5号还新增一名 境外移入的麻疹个案 是3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 2月16号从马来西亚入境后 出现口腔黏白斑 发烧等症状 总共有5例的本土 4例是在中和 1例是在融合 所以整个北北陶 我想都是需要戒备 麻疹疫情要当心 但疾管署呼吁 千万别因为恐慌 强打疫苗 喊话先把疫苗 留给医护人员 记者台北新北市综合报道